今天要去拉麵主題街 GO 這裡有從日本全國精選出的契家拉麵店 今天要用這個廣裕的拍 只要拿著這個票 給工作人員看 即可入戰 工作人員會在上面蓋著章 上面會有你開始的日期 現在看到的這家拉麵店是知名的玩笑亭拉麵店 現場已經有很多人在排隊了 這裡號稱是拉麵主題樂園 就叫做品達拉麵 麵達七人眾 招牌上的麵達七人眾 動瓣五人眾 主要是指店家的數量 這裡可以看到每一家店幾乎都大排長囉 今天要吃店名叫神仙的拉麵店 濃厚豚骨是他的招牌 雖然他地理位置位在整條拉麵街的最末端 但也不影響他排隊的人潮 這次我們點了豪華濃厚豚骨拉麵 以及濃厚味噌鹽製豬肉拉麵 記得先選好要吃的拉麵口味後 不管買好食卷 接著就可以排隊入場 這間來自金澤的神仙拉麵是以濃厚出名 湯頭非常的濃郁 端上桌時外觀跟一般的拉麵無異 但吃了一口你馬上就會發現 與一般大口喝湯的拉麵是不同的 但它又不是沾麵款的拉麵 在吃拉麵的同時 濃郁的湯頭便會吸附在麵條上 味道一併入口就散開 若是單喝湯可能會覺得 味道比一般拉麵的湯頭還要濃 所以在吃麵的同時可能會覺得 沒有什麼湯的感覺 因為湯汁的精華都吸在麵條上了 而這湯頭及麵條的搭配 味道是極好的 兩碗都是濃厚款式的拉麵 差別在於 豪華濃厚豚骨拉麵的叉燒肉 肥瘦比例剛好 吃下去不會覺得過於油膩 而濃厚味噌鹽製豬肉拉麵的叉燒 是有炙燒過的肉片 吃起來有一股炭烤的味道 很別有一番風味 在湯頭的部分 我們都覺得鹽製豬肉拉麵這一碗 比豪華濃厚豚骨拉麵還要再鹹一點 坐在我們旁邊的好幾位日本男生 都像是上班族中午午休過來這邊吃飯 他們都還會在家點一碗白飯 搭配著拉麵吃 我想這樣的吃法也是蠻特別的 畢竟在台灣我還沒有看過吃拉麵配白飯的吃法 這次算是非常特別的拉麵體驗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吃過湯頭這麼濃厚的拉麵 店家也非常的自豪 不使用豬油的脂肪來讓湯頭濃郁 而是使用了大量的豬骨頭 透過長時間三天的熬煮 才提煉出如此醇厚的湯頭味道 真不愧為海報上稱的 挺達史上最強濃度拉麵 愛吃拉麵的你絕對不能錯過 有來東京旅遊的朋友 不妨來這拉麵主題樂園看看囉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會拍更多好吃好玩的給大家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